你敢相信吗 你大爷不愧是你大爷 腾哥儿许久未出山 露面后直接用一首五美子酱 炸翻全场 甚至超过了李荣浩这个原唱 在这首歌中的地位 还顺便在自己的翻唱履历中 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此之外 腾哥儿在翻唱这方面 属实有几分天赋 不管啥歌 都能被他唱成自己的味道 草原的味道 我知道 今日在英宗我们的歌第五季 最新的一期节目当中 腾哥儿作为老牌歌手代表 受金子涵的邀请 一同合唱了李荣浩的《乌美子酱》 前面金子涵的部分 走得还是甜甜的小仙女风格 这边腾哥儿一开口 一整个草原汉匪被迫穿上了花裙子 别的不说 听完更期待腾哥儿之后的表现了 说到腾哥儿是什么时候走偏的 那一定不得不提 张韶涵的那首《隐形的翅膀》 腾哥儿一唱 秒遍草原雄鹰 旋律还是那个旋律 甚至更欢快了 每次听都忍不住 跟着跳上一段蒙古舞呢 之前都说 周深的大鱼跟腾哥儿的天堂 是乐坛最难翻唱的两首歌 但是如果把大鱼交给腾哥儿 把天堂交给周深呢 这波对决可以说周深惨败 因为腾哥儿唱出了大鱼的空灵 但周深却没有唱出天堂的辽阔跟蓬火 输给了草原人骨子里的东西不算是 前阵子《雇佣者火遍全网》的时候 作为一百万粉丝 鼓励腾哥儿也应粉丝邀请 翻唱了这首歌 如果说陈奕迅唱的是游戏里的勇士 那么腾哥儿唱的就是 一定要拿下胜利的草原摔跤手 超级适合给运动健儿拿下金牌的画面当BGM 哈哈哈哈 真的很想知道 华晨宇看到腾哥儿翻唱这首画的时候 会是什么表情啊 想想就觉得超级搞笑 电影《超能一家人》宣传阶段 一首腾哥儿翻唱的《热爱105度的你》 算是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结果没想到 最后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 居然就只有这首主题曲 只能说请腾哥儿来演唱 是他们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视频最后你觉得腾哥儿还有哪首歌的翻唱 同样很绝吗